领先演播,一种侃侃,喜到公子,精心制作。 304集 怎么了?青梅? 此时江炎也瞬间被惊醒,啪的一下打开了灯。 他不开灯还好,这一开灯,叶青梅空空荡荡地上半身立马被林雨看了个干净。 叶青梅没看清是林雨,一把抓过蚕丝被捂住胸口,随后一脚踹在林雨身上。 哭通一声,林雨一下子跌倒在地上,膝盖骨正好碰在了地上,可给他磕惨了。 家荣? 江炎听到林雨的动静,立马伸头看了一眼,也顾不上自己只穿着一套内衣,急忙起身下床,将他扶起来关切地说道。 你怎么回来了? 没事吧? 林雨摸了摸膝盖,望着一眼惊慌的叶青梅抱歉说道。 学姐,不,叶老师,对不起啊,我不是诡异的,我把你当颜姐了。 叶青梅顿时脸上烧得厉害,想起了刚才林雨的手在她身上游走的触感,她的心口砰砰直跳。 何老师,不好意思啊,我不知道是你。 叶青梅低着头,眼睛不敢看她,羞愧不已。 青梅不好意思啊,吓到你了,我没想到她会回来。 江言也有些不好意思,冲着叶青梅说了一句,接着狠狠地在林雨腰上掐了一巴,冷声说道。 你不是说,晚上不回来了吗? 哎,不是不是,我也不知道啊,我喝了有点多了,上车以后,司机就直接把我送到这儿来了。 林雨苦笑了一下,颇有些无奈。 行了,那你收拾一下,去沙发上睡吧。 江言赶紧找出一床棉毯塞给了她,把她推了出去。 林雨拿起衣服,一瘸一拐地走出去。 接着江言坐到了叶青梅的身边,轻轻地拉住她的手,歉意说道。 怎么样啊,吓坏了吧,我也不知道这个混蛋竟然突然跑回来了,白白让她占了便宜。 江言刚才也没想到林雨能回来,她还以为叶青梅做了什么噩梦,所以下意识地打开了灯。 没想到这一开灯,坑了叶青梅,便宜了林雨。 叶青梅呢,捂着胸口,显然有些心有余悸,不过,想起刚才林雨被自己踹下床的场景,她突然扑吹,笑出了声。 没事,不亏。 江言想起了林雨一瘸一拐的样子,也忍不住笑了,说道。 那个混蛋,向来有色心,没色胆。 接着,她面上一漆,似乎又想起了什么,询问说道。 真的要走吗? 嗯。 叶青梅轻轻地点点头。 我想了很久,我当初是为了林雨才过来的。 现在她不在了,我也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 可是你还有我啊,还有家荣啊,还有秦阿姨啊。 江言双手紧紧攥住她的手急切说道。 我们早就已经把你当成家人了,我们也都希望你能留下来。 你要是愿意,可以留在我们家。 我们两个人睡床,把家荣赶出去,让她睡沙发。 嗯,这怎么能行呢? 叶青梅笑了笑。 何老师,那还不得委屈死了? 委屈个屁啊,她巴不得呢。 我看这个小子,巴扯对你,不抱什么好心眼。 江言翻了翻白眼,接着眨眨眼睛逗着叶青梅。 要是你不嫌弃,不在乎名分的话, 干脆我做大,你做小,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,好不好? 行了,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 叶青梅笑容有些酸涩,其实她也很喜欢江言。 好久没有找到这么一个能这么说贴心话的姐妹了。 但是呢,青海她实在待不下去了。 这里有她和林雨的母校,有太多太多她和林雨一起去过的场景,难免处境生情。 一个人孤独地越久,对于过去美好的怀念就会越强烈。 她内心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,所以她不愿意再留在这里,迫切地想要逃离这儿。 或许逃离和时间会让她从林雨的离世中释怀出来。 可是我舍不得你。 江言见叶青梅似乎是铁了心,声音都不由有些哽咽,满脸不舍。 放心吧,有时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 叶青梅轻轻地拍了拍江言的手,柔声安慰道。 那你准备,要去哪里啊? 江言关切地问。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呗,世界这么大,难道还没有我的龙身之地啊? 叶青梅俏皮地眨眨眼睛。 我想先去看看大草原。 林雨活着的时候,我们曾约定过,要一起去看草原的。 现在她人不在了,我就把她那份也替她看了。 江言叹了口气,眼睛里面已经隐隐地有了泪水。 她想不通叶青梅的命怎么这么苦。 他们不知道的是,此时他们议论的那个人已经窝在沙发里,憨然如梦。 梦到刚才偷看了叶青梅的那一幕,嘴角还忍不住扶起了一丝满足的傻笑。 第二天一早,林雨醒来之后,丈母娘已经熬好了粥,煎好了鸡蛋。 叶青梅也和江言早就起床了,忙着洗漱化妆。 林雨抹了把脸,就跑过去吃饭了。 牙不刷脸不洗,你脏不脏啊? 江言气呼呼地骂了她一声。 林雨大口大口地喝着粥,含糊地说道。 你还好意思说我,你看你俩人速度,我得排队到中午。 吃饭的时候,江言嘱咐了叶青梅几句,让她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。 林雨这才听出来叶青梅要走,她顿时慌了。 叶老师,你,你这是要去哪儿啊? 出去走走。 叶青梅笑了笑,林雨心头顿时提了起来,慌乱到不行。 叶青梅早就表露过要离开青海的意向,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。 林雨此时有些六神无主,不知所措。 叶青梅这么一走,以后再见恐怕就很难了。 叶老师,能不能不走啊,慌青海不好吗? 林雨急切说道。 放心吧,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 叶青梅温和地说道,林雨这会儿更急了,她经常回来也不行啊。 你要是自己回来也就罢了,要是领个孩儿回来,那自己还不得哭晕过去啊。 叶老师,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,林雨近乎有些哀求。 叶青梅感受到了林雨语气中的异样,有些难为情地看了江炎一眼,害怕她吃醋。 不过江炎反而是一脸关切地望着她,也是很期待她留下来。 叶青梅不由心头一酸,生出了一丝不仁,不过她还是固执地摇摇头。 你们不用劝我了,我已经决定了。 林雨的眼中光芒突然熄灭,头一次感觉到有一股发自心底的无力感。 得到了祖上传承之后的她,彩天踏地见众生,但是此刻她才发现自己却连喜欢的女孩子都留不住。 接下来一天,林雨都过得昏昏噩噩的,她连自己怎么到的医馆都没记住。 给人看病和抓药的时候,满脑子都是自己和叶青梅以前在一起时的片段,宛如放电影一样,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烁。 先生,先生,你要抓错了吧?不是要抓天南星吗?什么抓了枝干草了? 这个时候栗震声的声音传过来,林雨这才回过神了,一看自己的手伸错了药柜,赶紧应了一声。 哦,不好意思,做事了,做事了。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,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